所以我希望待會12分鐘的介紹 不要太過負大家的期望 好 我的主題是三個德國三個發現 三個德國三種角度 然後無數的發現 今天我會主動在我的發現跟我的一些觀察上面 在我開始講之前我想先來問大家一下 大家看到這個焦點的LOGO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它看起來像個叉叉 或者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懷疑過它長相什麼的 我們來問一下這個心智圖哥 我們物理老師來問一下 你覺得這個你看到這個LOGO的時候 你覺得它像什麼 我覺得它是兩個迴力標在一起 就像那個愛的迴力標 對對對 我也曾經這樣想過 那其實基本上它確實像是兩個迴力標 然後也算是一個XX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在想 它跟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見到的一些東西 還蠻相近的 每天我們在使用電腦的時候 都一定會關閉視窗或者是打開視窗 關閉這個動作對一般人來講 或許它是一個比較負面的詞 但其實有時候你關閉視窗 它是為了去打開另外一個新的視窗 或者是為了讓自己睡覺 然後多休息才會去關閉嘛 還有就是說 或許大家一定在考試的時候 一定都會拿到一些打叉的經驗嘛 這邊問大家一下 有沒有人人生中拿過打叉比打勾還要多的 好 沒問題沒問題 看就一位夥伴跟我一樣 大家都比我還要聰明 大家勾都拿很多 對我就覺得說 我以前在考試的時候 也拿過很多是XX不及的紀錄 可是我總覺得如果沒有拿過這些XX 好像就沒有辦法跟下一次做比較 然後你如果每次都拿滿分 感覺你好像也不知道自己經過空間在哪裡 所以我認為這些XX對於我之後出國的階段的 遭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 都有一些類似這樣的啟發 就是說要重新關閉一個視窗 然後去打開另外一個視窗的感覺 所以在我看起來這個焦點logo長得像什麼呢? 它長得還蠻像一個竹蜻蜓的 就像是哆啦A夢他借給大雄 每次要去進香家的時候 是不是都是滿心喜悅的那種感覺 飛去他家 所以其實這些主心情呢 後來也成為了我能夠出國 帶我飛往我夢想的地方的主心情 就是能夠進一步的去實踐 我學生時代的一些夢想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 交換學生的經驗 還有國際論壇跟國際會議 那在這三次經驗裡面 我都有經歷過一些比較困難的事情 所以就是簡單的跟大家點一下說 大概是有遇過什麼樣特別的 像我在當交換學生的時候 第一天到德國的時候 大概只有10度而已我還穿著短袖 然後我就等著我的公車 等著巴士 要準備搭4個小時的車 結果好死不死 那公車居然給我遲到了兩個半小時 所以我就一個人在這個陌生的國度裡面 然後一邊罵著德國人 不是應該都要很走私的嗎 一邊又還是只能在10度的這個溫度底下 去等這公車 所以這件事情告訴我 德國人其實也不是這麼的走私 所以德國人明明就是 有點散漫的感覺 那不是啦 當然不是啦 好 那再來就是說 第二次的經驗是我在參與這國際會議 這國際會議它蠻特別的 因為我一個商學院的學生 去參加了一個 跟政治比較有相關的會議 那我們討論的是歐洲難民的議題 當然我們台灣並不是 處理難民的第一線的國家 所以在搜集資料啊 或者是討論上面 比較少有專家或者是資源 可以讓我去搜尋 所以我當初資者 跟我的夥伴 出國的夥伴 在這兩個月的時間內 盡可能的去網路上搜集一些資料 那我也剛好因為在交換期間 認識了很多歐洲的朋友 所以我可以去問 比如說義大利的朋友 法國的朋友 問他們一些第一手的資訊 問他們現在你們的國家的情況 是不是真的有像報導的樣子 大批大批的難民進來這樣 第三次的經驗是我在 這個科隆會議的時候 那時候我遇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參加了一個競賽 那競賽它很密集 48小時而已 就必須去做一個提案 那每個人的個性都非常的 非常的鮮明 每個人都想要當網 每個人都想要當組長 這時候怎麼辦 好像大家就是很難有一個焦點 很難去在意見上面做一個聚焦 所以最後是誰能夠放下身段 誰能夠成為一個協助者角色 幫助團隊走到最後 走到最後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這也是我在國外的時候 才經驗體會到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並不是你英文講的好 或外講的好就有用的 有時候卵實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講完了這三次比較特別的 今天之後 先跟大家講 講一下我最近參加完的一個會議 就是科隆的世界商務論壇 它英文叫 The World Business Dialogue 那我是那時候去的時候 是身為台灣的代表之一 所以那時候在這個 這個地圖上面可以貼 貼一個紅圈圈在台灣上面 其實覺得還蠻榮幸的 因為覺得說 這個台灣人要來當一個小小的外交官 然後跟大家介紹一下台灣是什麼 當然我們還是有我們的商業議題在 對 那這個論壇它有一些特色 想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比如說我們在這樣的一個五天的論壇裡面 首先每天都會有機會 能夠跟企業的高層做這樣子一個互動 那其實像之前 比爾蓋茲就是微軟創辦人 他也被邀請過來過這樣的一個論壇 所以其實大家就可以想像到 能夠跟這些高層對話的機會 其實是非常非常難得的 那我想那時候 大家都是非常的踴躍在去乾門做法文 而且我也會在論壇結 因為會議結束的時候 主動到舞台上面 去跟他們低調影片 跟他們認識 因為我覺得那個都是 平常所沒辦法接觸到的 或者是說 在晚上吃飯的時候 也不會只是單純的吃飯而已 他會盡量的把大家聚在一起 然後每個公司每個公司都會來分桌 因為這樣的論壇通常都會有蠻多公司 會想要來贊助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想要來找一些未來的新秀 所以他們就會來這邊贊助 像是有拜爾藥廠或者是賓士車等等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對那個公司有興趣的話 不妨就直接走到他們桌子上 開始跟他們聊天吃飯 那當然我們那些都是寶費 是一個非常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輕鬆愜意的一個環境 所以完全沒有任何的壓力 也不用覺得說 我一定非得要爭取到什麼樣的工作機會不可 因為畢竟人家是公司的這個行銷代表 或人資代表 你可以先問問他們 你對於這些學生來講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說 是可以讓他們比較有機會 進到你公司等等等等的 好 那再來就是我去年11月 就是我研究這個大名議題的這個會議 是IYDU 它就是國際青年民主聯盟的這個縮寫 所以我那時候跟我這位政大的好朋友 在慕尼黑去參與這個會議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的困難點就在於說 因為畢竟大家基本上是從歐洲來的 所以我們在討論難民議題的時候 還是多少會有些功課準備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們特別在我們的國家報告這邊 我們就不會去特別想要報告難民的議題 反而我們是跟大家講台灣跟大陸之間的兩岸關係 因為我總覺得那時候剛好是 習近平跟馬英九馬錫會發生完的一個禮拜 我們就去德國 所以我覺得 我現在就想大家一定對於這個非常有興趣 果不其然 聽到是中華民國來的 就馬上問說 那你對於上個禮拜的馬錫會 你有什麼看法 所以我就覺得 對於這些人物來講 他們是非常關心這些國際政治議題的 也會讓我漸漸地培養出就是 隨時就會去關心一些 國際上面發生了大大小小的事情 那這場會議對我來說的重頭戲 就在於最後一天的時候 我們去見到了德國的總理 也就是梅克爾 就是去年被時代雜誌評選為 全世界最有權力的女性之一 那這個照片是我好不容易擠進了 跟這些記者們同樣的地方 才拍下的這個照片 所以有點晃 那當時候 我跟他大概只有距離一公尺左右而已 而且我還一直大喊 梅克爾梅克爾 我是從台灣來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他那時候眼睛好像快飄到我身邊來 不知道是不是有聽到一些 一個小毛頭在那邊一直跟他大叫 那當下因為我已經研究了這個 這方面的新聞、議題 已經有快兩個月了 常常都會聽到梅克爾相關的資訊 因為他是這個歐盟主席 所以這樣他的時候 當下這個手機差點 差點就拿不好了 就像是一隻 看到一隻母老虎那種感覺 那所以我就今天想要來 從梅克爾這樣的一個指標性人物 跟大家說一下德國人民的一些 處事方面的態度跟他們的精神 那我的一些發現呢 像是梅克爾給我的兩個重要的一個發現 是他在對於難民議題的時候 他表現出的是他的一個原則 他就是堅持要在去年 要收80萬的難民 不過他基於政黨的反對 他一樣就是能夠展現他這個慈悲心 雖然他表面上是一個鐵娘子 可是他在講話的時候 卻是異常的溫柔 而且經過翻譯 我得知到他的這些 他所講出來的話 都是能夠希望說 不是只有德國去做這件事情 他希望是全世界的國家都能夠幫忙 因為很難說哪一天台灣 也會不會遇到同一個問題 那第三個是有趣的發現 因為他在國外演講的時候 都常常手都是維持這樣子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這個也還滿搞笑的 所以在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就有去觀察一些德國學生 有沒有這樣的習慣 當然是沒有啦 只有沒課也會這樣做而已 德國學生給我什麼樣的感覺呢 因為那時候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有時候上課教授的話都還沒講到一半 就台底下就好多人在舉手 準備要問他問題 多到教授都要直接選擇性的忽略 因為他們有時候問了問題 一問下去 教授可能都不用去 不用上課了 永遠都有不斷 永遠都有在舉手 這是我覺得 我想要鼓勵自己 也去做這樣的一個突破 因為我覺得一開始 剛到德國的時候 身為一個亞洲人 好像比較木嫩一點 到最後他們會覺得說 欸你一個亞洲人 也想要跟我們參與討論嗎 好啊 那我們一起來討論 我就會覺得 這其實或許是給別人 一個不一樣的印象 那再來就是 回到我剛剛在德國 那時候發生八十五點的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說 德國人他們對於時間觀念 比較不會像老一輩的那樣子 就是一直恪守那個時間 但是他們也有他們一個原則 就是比如說 像我們有時候做一些功課 那我可能會想要請人家幫我查一些資料 但是他會跟我說 喔不好意思 明天是我休息的時間 如果你要我幫忙 可以 我只能夠從後天才開始幫你 所以我那時候是想到說 或許 如果有人這樣問我 我大概不管多忙都會說 好啊好啊 那我幫你做 可是結果 好像很多事情都染在自己身上 把自己搞得很累 所以其實有時候 保持劑的一個一套原則 也是蠻重要的 最後一個有趣的發現呢 就是 德國人非常喜歡喝啤酒 就連生病的時候 他們都認為 好像喝啤酒就可以把病治好一樣 我是不這麼覺得啦 因為每次我喝的都只會吐而已 對 那以上這六點就是 總結一下我對德國人的一些想法 好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在德國聽梅克爾演講的時候 所聽到的一句 我覺得非常鬆的話 想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 當你的生活過得太無聊的時候 要怎麼做 想辦法去打破它 打破那個 原本的舊友的習慣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像其實 因為我也快畢業了嘛 所以我那個想說 我是不是好像 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再讓我跟國際有所接觸 會不會就要準備投入職場 然後變成社會化 就不會保持像學生一樣的單純等等的 所以其實我有時候一直都在 找說有沒有各式各樣的機會 那 其實很幸運的是 因為自從我今年三月參加完了這個論壇之後呢 他們有問我有沒有興趣參與這個他們的大使計畫 那我也很幸運的就是經過一連串的面試之後 就成為現在他們下一屆 第二屆商務論壇的一個台灣大使 而且是全台唯一一位喔 所以呢 我現在也是要幫他們去想辦法去推廣這樣的一個活動 讓所有對這個能夠在國際舞台發聲的學生們 都能夠圓一個夢 然後讓他們能夠讓藉的聲音被人家聽見 所以我現在到這個 目前在亞洲區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只找了台灣 所以我最主要現在做的目標就是要能夠盡量的保持 這個大學生們對這個論壇的一個辨識度跟他的認知 對 所以其實我也想要鼓勵大家就是 找到自己心中的那個竹心亭 然後難免他也會成為你 能夠帶往你飛往你夢想橋去的地方 或許大家會懷疑說 是不是一定要語言能力很好等等才有辦法去結束這樣的事情 或許語言能力是一個基本款 但是我不覺得說今天只有會跟別人溝通 只有會講話就是一個優勢 其實還有很多是我們需要學習的 像因為我雖然是個商學生 但我現在也在學一些程式語言 所以我也會很想要去接觸到不同領域的事務 那我也想要鼓勵大家就是 多突破自己的生活 如果你覺得自己的生活太無聊的話 那就去做一些這樣的嘗試 當然關於這樣的一個論壇我也會非常鼓勵大家 趁如果還有機會申請的時候一定要去申請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當然你都可以問我 因為畢竟我現在是大使嘛對不對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 好 準備了 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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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箱